大家好 我是一名来自湖南岳阳的装修人 大家可以叫我姐莫 姐莫说装修真话 就是我在自媒体平台上面的名字 然后呢 我的视频的内容主要包含装修套路的曝光 以及教会我的粉丝如何正确地面对装修这件事情 同时工地的现场管理也是我的工作 至今为止 我已经帮助全国各地一千多位粉丝 深度地避免了装修套路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是想用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倡导良心装修 这也是我的梦想 今天来这里我来圆梦了 谢谢大家 葛雷老师好 你好 这个求职者的面试非常明确 就是面试自媒体的科普和打假类 现在在网上类似于像化妆品和珠宝等等 政治媒体当中出现了一类大家特别喜欢的号 就是这种所谓的学术派 这个打假派和数据派 对吧 这个你是奔着杜子健来的呀 杜老师然后吴总那边应该也是相关的吧 对但是他们专门打造号和这个孵化IP的能力 跟肚子健比起来欠缺一点 你今天就是奔着这一个目的来 别的不考虑吧 别的不考虑 好的 那跟我们说说吧 那我们也开开言 举一个例子就是被坑得特别厉害的一个客户 因为你而避了这个坑 挽回了多少损失 我们可以看一个视频 有粉丝在是不会下装修公司 让姐莫陪她一起去考察 那还说什么呢 桂林出发 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桂林的粉丝都有 然后呢我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谈好了 开不开心 开心 感谢姐莫老师 好 加油 那是真的不会拍啊 内容是好的 你是真不会拍啊 你这次视频拍成这样 那有播放量才怪呢 你有多少播放量啊 目前粉丝七万八 你要是用专业的手法 把内容的排布 再按观众的审美习惯和点 来重新的策划一下 你这播放量最起码一个要破一百万 不会的 你是真不会拍 而且也不会写稿子 是吧 他玩死了一个号 现在已经停更了三个多月了 您怎么说 我了解你 谢谢 那你帮他避坑这个的话 你能帮他到底避掉多少钱 我觉得可能有个量化的 会不要直观一些 就刚刚那个视频里面去桂林 他的全包套餐是七百八十八块钱一个平方 他的房子面积是一百零四个平方 算下来呢 八万块钱不到 对吧 然后呢 经过我给他看预算表 找漏洞 分析 然后呢 把客户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需求 融入到里面之后呢 最后算出来需要二十万块钱 然而 假如我不到桂林去的话 也许他就签了那一家公司 真的以八万块钱去签 开工之后呢 慢慢加慢慢加 其实二十万是超过了他的预算值的 那么往后面走呢 其实我们发现桂林当地的全包啊 他都要这么多钱 实际上他是一个超过了一个市场行情价的 说白了 他最大的优势是在于他的专业和对行业的了解 和一些实际案例的一些经验 这是他最强势的一点 其他的东西拍摄流量 那都是你们的事 他今天就是来找帮手来的 对对对 我是来找帮手的 那你今天来是带这个号来呢 还是带这个人来呢 人跟号一起走 那这个号属于公司还属于你呢 这个可以签协议 我如果在一家公司入职的话 这个号就是要属于公司 我举个例子啊 假设比如说合同签约三年 三年之内我离职的话 这个号那应该站在老板的角度 应该就是归公司所有 可以谈 可以谈个别占百分之多少 但我们这里是求职啊 这里有这么样一个规矩 我把专业度给大家讲一下啊 就可能 如果是你自有的号 我们跟你有一个就三期比的这个签约 但是一般的公司不选择这个 就你的号你继续养你的 我们公司有专门打述的 属于自己公司的号 我们用手机 我们用号交给你来做 你离开了 这个产权属于公司 不属于你个人 这个就不形成争议 最好是公司自有号 这样子对这样的 能形成KOO的人 就有一个约束和管制 他这个合同也比较清晰 不然的话产权就不明晰 所以其实你到底是来签一家公司的 还是来求职的 与我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就是个人的一个发展规划 与这个公司去相融合 那你就是签约吧 对签约 你在我这里顶多能做到户外主播这个身份 但是钱是基础型加提成的这个模式 你要求行资多少 湖南长沙地区的话一万家 来第一轮选择去活了用 还有真的